去年8月份我做过一期魅族MX的视频 视频中每个网友对魅族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这里面有好有坏 褒贬不一 但这些都无可厚非 毕竟任何一部手机都不可能赢得所有的称赞 就算iPhone万般好 提起信号也了了 但手机圈中有一件事 估计没人敢说它不好 那就是白色面板 放眼现在整个手机行业 还在坚持做白色面板的 应该也只有魅族溢价了 可它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呢 嗨 这里是小溪设计所 从2013年魅族推出第一部白色面板手机MX2 到2023年魅族20的独白 十年间魅族总共发布了21款白色面板手机 曾经白色面板是厂商们的必争之地 但是由于工艺难度大 良品率低 虽然较好 但产能却跟不上 更何况从市场反馈来看 用户们也并不是非白色面板手机就不买 于是手机厂商们逐渐放弃了这座有点鸡肋的小城池 但是魅族似乎总有种特立独行的劲头 无论是M-BEC还是经典呼吸灯 或者是灵魂Flyme 于是我找来了16部魅族的白色面板 看根这么多年魅族的经典与传承 在我们的美好回忆中留下的哪些精彩瞬间 初代白色信仰MX2 这部手机继承了MX初代优秀的设计语言 白色后干双料注塑的工艺 与白色前面板一体性更高 有种晶莹剔透的美感 由粗到细的logo与摄像头闪光灯垂直排列 很好地平衡了视觉重量 正面经典的小颜点 吸屏状态下单机也会亮起 虽然没什么实际作用 但却增强了人与手机之间的互动 双机会唤醒屏幕 长按锁屏 如果不想锁屏 还可以上滑取消 上滑返回 清楚回到主页 亮屏双机多任务切换 这种一个按键就能实现全部操作的设计 在三大金刚剑大型骑道的当年 堪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它就像当年穿着白衬衫 骑着自行车 穿接而过的少年 一朝气蓬勃 一头脚出现 少年初涨成MX3 2013年 5英寸的屏幕 似乎成为了智能手机的及格线 乔帮主的3.5英寸 是最佳尺寸 也被渐渐打破 5.1英寸的大屏幕 带来的视觉观感 与之前的智能手机 不可同人语 较远点的操作逻辑得以延续 外观设计 看起来就像是放大版的MX2 但Flyme 3的扁平图标风格更加简洁 大面积的色块运用 跟白色面板更加融合 隐隐散发出一股简约的秩序感 此时 这位少年的个性更加张扬 奔跑在风中 梦想在心里 双线并行 MX4 MX4 Pro 2014年 美族将产品线拓展成了MX与Pro MX4外观依旧延续了前几代MX的设计 而边框采用了强度更高的铝镁合金 Pro在屏幕变大的同时 使用了性能更强的三星Exynos 5430 并且加入了行业手眉按压指纹识别 经典的小原点也在这一代上 以全新的M-Bag形式登场 但好在操作逻辑没有变 这两部手机将logo改到了背面鼻部 扬声器从背部改到了侧面鼻部 拆下后盖也不再需要卡针 背面的弧度虽然保持了不错的握持手感 但面朝下方置的时候不太好拿起来 虽然白色面板的剪接得以延续 但是大屏却牺牲了小巧机身独有的把控感和握持舒适感 也在这一年 这名少年变得成熟 并找到了与自己一同前行的伙伴 共同成长MX5与Pro5 手机变大已经成为了趋势 这一次美族改变了很多 Pro系列不再有MX的前缀 后盖也无法再拆开 左侧音量键也变成了卡槽 锁屏键如果继续放在顶部 未免有点不合适了 于是它与音量键都来到了手机右侧 手机背面变成了眼熟的三段式构造 MX5首次用上了Super AMOLED屏幕 显示效果更出色 Pro5则在正面采用了2.5D的玻璃面板 视觉观感更加圆润 手感更加丝滑 白色面板与这块色彩出众的屏幕相隔一张 在Flyme 5中魅族标志性的气球 在默认壁纸上重构成长条椭圆色块 与白色边框融为了一体 那少年看了看周遭的同龄人 可像大家也在成长 叛逆的少年MX6和Pro6 一般来说Pro在各方面规格都应该高于普通版 但这名少年已经到了叛逆的年纪 MX6的尺寸比Pro6达出了点三寸 但这两部手机外观机器相似 全金属机身2.5D玻璃 白色特有的大白式对称额头 看起来非常舒适 即使Pro6的屏幕处理器相机都比MX6提升了许多 但是一眼看过去 Pro6的气势总好像有点不够 虽然Pro6的压杆屏幕3D Price 带来了新的交互方式 但也仅仅只出现在了Pro6中 我们似乎在这名少年世上看到了一些其他人的影子 可能是他们互相影响 可能是少年已成 无需多变 少年与远望 魅族Pro7 早在2017年 魅族又在Pro7上采用了业界首创的交互设计 智能化窗 在当年非全面屏时代 为手机形态的探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它融合了天气 信息 电话通知等一系列功能 让我们在化窗上就能进行简单的交互操作 即便是在常用的拍摄等场景下 也能通过化窗进行预览 拍摄 而白面板的加入让这台手机整体更有魅族韵味 双瞳如小窗 加景观莉莉 Pro7就是这位少年对探索的追求与渴望 成熟并非一蹴而就 魅族十五 作为魅族十五中年的代表作 魅族十五打磨了很多细节 从命名到质感 无不透露着一股冲劲 乳摇白背盖携带着瓷器略带收敛的质感 与白色面板浑然一体 这部16比9的全面屏握在手里 只有精致二字可以形容 正面指纹识别变回了圆形 像是对当年小圆点的致敬 虽不可按压 但是配合调教后的马达 却能模拟出按下的触感 极窄的左右边框 上下对称的设计 左右对称的背部设计 以及可以独立控制的标志性缓闪 让魅族重回小而美的巅峰 回过头的少年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转身又走进了清风之中 风头正盛 魅族十六系列 魅族十六系列 白色面板总共发布了四款 可见这个少年 在这一年被拒有了多少厚望 而就是这一次 小圆点消失了 他被全面屏手势替代 亦或是被一条横线替代 幸好环闪还在 屏幕上有了与机身呼应的阿角 处处透露着一股圆润的气质 当时刘海虽被吐槽 却深入人心 而魅族不愿忍受刘海 破坏屏幕的美感 选择将摄像头独立 白色面板下 他有些明显 我看着他 他也在看着我 少年在波涛中汹涌向前 虽浪花袭来 但他振臂高呼 一旁岸边有许多人 为他呼应 少年才华横溢 美族十七系列 随着额头与下巴逐渐消失 全面屏以整块屏幕占据了全部 留给白色面板的空间越来越少 而这一代 美族仍发布了四款白色面板的手机 当正面已经无法容纳设计特点时 背面的试掌空间就大了起来 横向居中排列的摄像模组 如今看来是最不影响体验的一种解决方式 在全面屏的趋势下 系统的独特性也在渐渐消解 但美族却仍旧保持了一些特色 便携的小窗模式 环形的电量显示等 诶 这多么得 这么看来 白色面板也是全面屏潮流下 区别他人的一种方式 少年走在西壤里 稚气已经退去 成熟在不经意间悄然来临 气质仍在 未见分毫 惊艳的经典 美族十八 白海豚珍稀版 2021年3月3日 美族十八系列发布 当所有人都认为 美族再无白色面板时 时隔三个月后 白海豚来了 全球限量88部 既是对保护白海豚的呼吁 又像是在全面屏时代 对白色前面板的怀念与致敬 作为一台小屏旗舰 配置确实够格 但白海豚版 本就不是面向众多消费者的手机 对当时的美族来说 大环境已如黑云压城 纵然保留着那份不曾消失的气质 也需要一次破格的宣传与营销 那个时候少年的心真的动摇了吗 不妨就用包装上的一句话 成熟不是为了走向复杂 而是为了抵达天真 众之所叛 心之所归 美族二十独白 美族二十的归来 却是出乎了不少人的意料 无论是精致的设计 还是旗舰的质感 都似乎在诉说 我美族回来了 经历风雨之后 她仍能与我们相见 这或许是热爱数码的人 希望看到的 但不得不承认 这部手机相比以往来说 少了那份对圆润机身手感的执着 但白面板的回归 却是美族独有的浪漫 情怀这种东西吧 说出来确实有些俗套 但能用一袋袋白色面板来坚持 就足以打动我们 世间哪有什么完美的东西呢 只不过是一些追求完美的人 总在执拗吧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 所以美族十年间 究竟留下什么了呢 是弗莱密 还是白面板 还是无尽的热爱 她能解释 是那个跳动着的灵魂 感谢你看到这里 这里是小溪设计所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就三连吧 我们下期再见 可她为什么这么执着于 这人费地不好当好的事呢 由粗到细的logo与闪光灯 在三大金刚键大型 2014年 美族将产品线拓展成了 MIMAX 对白色甜面板的怀念与致敬 要去下尿让你吃吧 全球在尿 完了我要下线了 我可以补不达 它这么去下火 就开始完美族